美国驻华大使馆8月10号 把在微信和推特上的头像标志改掉了 原来是中国北京 现在只留下北京两个字 这意味着什么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大反转 哪一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对中共政府不相信 而且要验证的态度 比起冷战时期对待苏联的时候还要强硬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本期节目里将跟您分享 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他的独家观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田走入美国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 我主要是分享热点新闻的深度分析 而且经常是通过采访知名的专家 学者或者评论员 观点往往比较的独到和有深度 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的理念是首先报道出来的新闻事实一定要准确 然后最好是有知识性或者启发性 不是要去强求别人接受 而是说通过事实知识和观点的分享 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和思考 那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内容呢 就请跟您身边的一个朋友去推荐这个频道 那如果您自己还没有订阅的话 就赶快订阅了 然后呢 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下次有新的视频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收到通知 及时观看了 那么今天呢 我会跟您分享美国著名的胡佛研究所一位重量级的学者的分析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两天关于对华政策的解释 首先呢 可能您还是会很好奇这位嘉宾到底是谁 他的名字呢 叫Victor Hansen 他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和经典学家以及作家 我们就叫他汉森教授 汉森教授是全美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出版过二十几本书 都是关于战争历史和经典主义历史的 以及政治分析评论的 他写的时事评论文章呢 是在美国几百家的媒体上刊登 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 而且是最受欢迎的保守派刊物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以及收视率最高的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频道 福克斯新闻等等 汉森教授呢 他在四五百个大学里当过教授 或者是正在当教授 当然就包括斯坦福大学 他在2007年被小布什总统 授予了全国人文奖章 2007年08年的时候 他还担任总统任命的 美国战争纪念委员会委员 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尽管汉森教授已经是这么成功的 著名的学者了 但是您可以想象到吗 他现在还在亲自 在加州中古的农场里干活 所以您在接下来看到的访谈里 他的穿着打扮就是一个农夫 那他为什么没有放弃农场的生活 而是过着一个像双面人一样的生活呢 这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趣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分享 汉森教授的演讲 讲课和访谈呢 是非常受美国观众欢迎的 而且他在华盛顿呢 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那欣田感到荣幸的是 我是他接受采访的 唯一的中文媒体人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们电台的听众呢 都特别喜欢他的访谈 好我们言归正传了 关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改调在微信和推特上的头像标志 删掉了中国只留下北京两个字 很多人都在猜测背后的原因 有的网民就留言说 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不意味着中国 或者下一步会出现 美国驻华大使馆台北吗 汉森教授怎么看呢 汉森教授说 他现在并不清楚 这件事情背后 是不是有很多人 所猜测的含义 但是呢 中文字幕称之后 中国决定了 中文字幕称之后 说我们没有制造这个疫苗,但一旦它出现,你必须想很努力, 你必须想这种情况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所以可能他们认为中国的名字被捕捉了, 其实是北京,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 我认为,我认为台湾,而台湾现在的名字是台湾, 中国人是在 1950是中国人的国家, 中国人就用了中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 那是北京的意思,他们不使用它, 现在台湾有更好重的顺人, 不过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国家, 因为中共的国家,因为中共是被捕捉了, 台湾是一个捕捉了,因为中国人在南北现在 所谓台湾的国家是一种体制度, 虽然不完全是文化 也不完全是文化 但只是一个分别的人 以后他们的文化分别 他们不是中国人 不是古代的中国人 而是中国的后-1949 我认为中国人意识到 台湾为世界的社会 赢了信心 而他们失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0日 在接受川普政府前白宫发言人 斯派瑟 所主持的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 说的一番话 表达了跟汉森教授同样的看法 蓬佩奥说 背信弃义是中共的游戏主线 它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真诚相待过 他说 我们看到了 他们违背了对香港人的承诺 他们违背了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承诺 而现在 中共政府已经造成了全世界 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到中国武汉病毒的侵害 他们口口声声说 如果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大流行的病毒的时候 一定会通知世界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掩盖了这一切 同时 他们还允许他的公民出国旅行 散播病毒 目前 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这种不信任 还要验证的态度 比起美国前总统里根 当年在冷战时期 对苏联的信任 但要验证是更加来的强硬 这是为什么呢 蓬佩奥解释说 他说 无数人因为中共不履行诺言 而遭受巨大痛苦 所以你一定不能相信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 当他们做出承诺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信任他们 而且要去验证 蓬佩奥在7月份 发表对华政策的专题演讲中 就提到 过去呢 美国因为害怕中共政府生气 就限制自己跟一些国家和人民 进行正常的交往 其中就包括台湾 他在斯派瑟的访谈中表示 中共对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访问台湾的气急败坏 就恰恰的反映出他的虚弱 他说 美国卫生部长访台 是为了学习台湾成功防疫的经验 跟台湾合作防疫 川普总统8月11号 接受福克斯体育台的采访时候 表示呢 在病毒瘟疫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死亡之后 他对于习近平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而针对中共要制裁报复美国 他说美国会从不同的角度回击中共 那么我就问汉森教授 中共政府对于武汉病毒疫情的处理 是不是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大转向的决策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认为特朗普选择 因为他想要改变美国的政策 但是那只相当相当的 30%-40%的选择 那是一种四个或五个事件 他曾经提供了 引起来的东西 从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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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的东西 从来的东西 移民主要计划 预防点 移民主要制作用 那么中国 那是一块的问题 但它是一个问题 是比一下 是一块问题 然后是一块问题 现在是一块问题 现在是一块问题 因为当你看到不知道 的东西 它闻得很好 那么那些问题 都想要跟了进一下 所以现在 大家 也就是说 中共对于武汉病毒疫情的处理 让那些原来并不支持川普的选民 甚至是可以抛开党派的分歧 在对中共政府的看法上 也站到了川普的一边 所以川普作为一个 在民主共和制度下选举出来的总统 就更有理由和动力去推进 他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反转对话政策 国务卿蓬佩奥8月10日 在美国保守派联盟年度大会上说 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中共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美国人的家里了 中国共和制度下来的基本自由 有一个平均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的自由 你看到中国在国家的技术 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在家 所以美国就改变了政策 从绥静和接触变成了希望找到合作的地方 但是呢 他说 我们会怀疑并且要去验证 我们要确保美国人民 不受中国共产党 在他们广泛介入的行动中 所表现出来的挑战 蓬佩奥着重强调了 中共与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的不同 他们有一个不同的 ideologies 你也知道这些吧 共产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在世界上应该应该活动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另外呢 在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中 有一个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华裔美国人 最近也有一些媒体在报道 他就是国务卿蓬佩奥的政策顾问 叫余茂春 汉森教授呢 跟余茂春是认识了20年的好朋友 对他本人和很多的内情都非常了解 当时也是因为汉森教授的缘故 新田在媒体人中间呢 可能是最早的知道了 他在国务院被任命的消息 那么余茂春在目前的对华政策中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还有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汉森教授又是怎么样看川普和拜登的选情呢 等等很多很多的话题 我以后都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事实上汉森教授是2016年大选中 很少有的投了川普一票的美国著名的学者 他还写了书分析川普当选的原因 这方面我也是有采访过他 那么如果您对我讲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就请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以后就可以收到提醒 及时收看新的视频了 也欢迎您在下面留言点赞互动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互动